黑色水晶排行榜你猜哪一套最好呢 如果各位想知道我Peter Sir最新的水晶資訊 請訂閱我的頻道和按這個小鈴鐺 追蹤通知我每天會準時12點和你見面 有到年尾相信很多大家都想大素材 能量大素材 好了 今天講一下這個黑色水晶 這個Picture黨追的排行榜 首先我要講講金銀石大家都知道金銀石很受歡迎 但問題是它的能量是一半一半 左手經常講的 招財右手是辟者 變成它的能量只有一半 所以就不完美 另外黑耀石或銀耀石金耀石很受歡迎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價錢便宜 但問題是它有損耗性 當時如果吸了一些負性能量 好像你胡佬那樣說 它會有起異像 你需要回歸大地 丟掉它 換個身體 問題是你如果忘記了 放在這裏便沒有效果 失去了預算 好了 另外就是這個黑壁勢 它也不錯的 最好的功能是吸人的病氣 如果你說辟邪檔災就是有 功能少些 甚至乎可以放在廁所 洗手間一些不好的氣場 好了 又到這個黑髮精 黑髮精其實很漂亮 能量都不足 問題是 這些髮精是不是很少 這樣功能就不得高 要不買 要買一條滿曬的法 它能量才會強 但滿曬的法 它的價值亦不非 好了 第一位是什麼呢 以Peter Sir自己個人的經驗 就是歷麗 這個是歷麗 也有師傅開早光 它有手串 有懸石 Peter Sir 自己也是戴這個頸鏈 它確實是不錯的 去小癮 吸病氣 還有它的氣場 會糾正你身上的負能量 而變成一個正極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 這個歷麗就是最好最好的了